李小龙的五个冷知识 差点参加越战 和赌王是亲戚 害怕蟑螂一越战时期 李小龙因是美国籍被要求应征去参军 没想到拥有强壮体魄的他 竟因体检不合格被拒之门外 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扁平族 另一个这里不方便说 大家自行查阅 不过还好他没被选上 不然中国历史上定会少个武术家 而多个美国兵 二 李小龙和赌王何鸿燊 是名义上的亲戚 李小龙的母亲是何鸿燊的姑姑 但因为李小龙的母亲是被领养的 所以李小龙和何鸿燊 是没有血缘的表兄弟关系 三 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李小龙 从小就是香港最有名的童星 他的父亲是乐剧丑角李海全 受其父亲的影响 李小龙三个月就客串了电影《金门女》 幼时就参演了超20部电影 四 李小龙也有他的弱点 他非常害怕蟑螂 见到蟑螂他会吓得跳起来 之后他为了克服恐惧 还曾把蟑螂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 他还不会骑单车 有次打完架 其他人都骑着单车跑了 只有他跟在他们后面跑 五 李小龙除了武术还有一大爱好 那就是跳恰恰舞 他18岁时就获得恰恰舞冠军 在前往美国求学的客轮上 仅拿了100美金的李小龙 靠交乘客恰恰舞 换了免费的头等舱